我是PinkApp ecosystem研发工程师 我叫赵逸琳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咱们TIDB和Poser的联合解决方案 今天的分享大概会分为这四个部分 因为考虑到不是所有人都了解TIDB 所以会简单的介绍一下TIDB的架构 然后作为Poser和TIDB的联合解决方案 CDC在中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块 今天的分享会很着重的去描述CDC相关的原理 以及生态架构 最后会简单介绍一下 已经采用了这种Poser和TIDB联合解决方案的 相关的公司的实践 最后如果还有实践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demo show TIDB是PinkApp公司自主研发的一个开源的 分布式关系型数据库 它使用Mexco协议可以很好的和现有的社区的一些产品做兼容 它可以进行比较容易的扩展和扩容和缩容 然后它可以支持在线分析处理和在线事务处理 从这张图上来看 其实TIDB整个架构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整个分为四类的节点 首先用户接触的最多的应该就是TIDB Server这个节点 那么这个节点是整个TIDB集群中的分布式Sircle引擎 它负责处理一些业务应用发过来的Sircle请求 或者是DBA的相关的Sircle请求 业务测只需要用现有的这种Mexco协议直接去连TIDB就可以了 然后TIDB是集群中的分布式KIDB存储引擎 对 限制存储 它使用RAFT协议做多副本的一致性 来保证一个高可用 副本容哉 TIDB是TIDB的一个列存副本 它也是用RAFT协议做的这个数据一致 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给TIDB集群增加更多的这种 分析型的处理能力 然后PD呢 是TIDB和TIDB的一个配置中心 相对 整个集群中的像TOP 像数据在TIDB和TIFLASH中的分布 包括相关的配置都是在PD中存储的 那么此外呢 PD还负责去调度数据在这个调度在这个TIDB中存储的数据 PD本身呢也是用那个RAFT做的这个高可用 做的副本一致性 那么来介绍一下CDC 可能我先介绍一下什么是CDC吧 CDC的定义是Change Data Capture 翻译过来就是数据变更事件捕获器 那么任何一个数据库系统 TIDB属于这种数据库系统嘛 包括Auronco 包括Myserco 都是任何一个数据库系统 它都不可能作为一个数据孤岛 它TIDB也是一样的 它不可能做一只PCU是吧 然后数据是只进不出的 这样可能会很多场景都受限 对 那么CDC就提供了这样的能力 TIDB既然有手段能让数据进来 无非无论是你业务测的写入数据 还是说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 把数据灌进去 是迁移也好 那么TIDB也一定要有手段 能把数据出来 那么数据出来之后怎么用呢 这个就根据不同的场景 有非常灵活的用法 常见的场景 第一个是数据库的主备 这个应该是很常见的一个场景 比如说现在有两套集群 上游主集群可能接受业务的写入流量 然后从集群可能就没有流量 或者是只接受一些毒流量 然后中间两个集群之间的数据一致性 就是依赖CDC的这种数据变更事件的补获 以及复制能力去做的 第二个场景呢 是环境复制和异地夺活 异地夺活可以说理解成它是异地 多数据中心多个集群 每一个集群可能都会提供它的一个写服务 对都可以对外提供写服务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能做到 每一个集群的这个数据一致性 那么这里也是利用了CDC的这个数据变更事件补获和复制的能力 做的一致性 对 第三个场景呢 是更加灵活的一个场景 就是数据变更订阅 这个数据从CDC出来之后呢 可以有根据不同的业务 其实它的操作包括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 比如说根据业务你可以从数据 利用CDC在数据库层面做一个事件触发器 对数据变更的事件触发器 还有包括像更新一些缓存 然后像它输入到输出到这个poser 还有卡卡这类的这个消息对列容 或者是其他第三方的数据平台 比如说ES 比如说这个link 对刚刚也都提到 那么CDC呢 在数据库领域是一个比较通用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他的数据库也有相关的类似的实现 比如说MySQL的binlog MySQLbinlog它本质上是一个 Redulog的持久化协议 那么社区中有很多基于这个 Redulog的持久化协议 基于这个MySQLbinlog做的一些 类似CDC的方案 比如说Maxwell 比如说阿里巴巴的Canel 它都是去读这个MySQLbinlog 然后去输出一些数据变更的事件给下用 对 前三者呢 包括MySQL 包括Auronco这三者 都是属于集中式的数据库 那么它们的这个CDC方案是相对来说比较类似的 那PiDB和CockridgeDB呢 它们都是分布式的数据库 那么它们两者的相 那个CDC的方案是比较类似的 回过头来我们接着来说 TiCDC TiCDC要提供什么能力呢 最简单最基础的能力 就是要获取 实时变更的数据流 比如说 业务或者是用户 在TiDB 插了两条数据 对吧 Instead into User 插两条数据 那么在CDC的下游 就要能获取到这两条数据的新增时间 对 那么此外呢 CDC还需要维护事件和事件之间的顺序 这个顺序主要指的是 按照时间的增序 它的这样的一个时序 那么目前CDC原生提供单表的顺序支持 也就是说 在一张表内 产生的这样的数据变更事件 它输出直接是一个有序的 跨表的事务支持 跨表的顺序支持 也有相关的能力 但是目前是部分支持 所以我用这个协体来表示的 那么具体支持到一个什么程度 后面是会有提到 事务也是一样的事情 因为在这个CDC的定义中 每一个事件实际上是一行的变更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一个事务 这里指的是这个数据库的事务 一个事务 它可能会产生多行变更 也可能产生跨 不同表之间的多行变更 那么对于这种多行变更 CDC的下游应该有能力 去识别到 某几个事件 是属于一个事务的 并且有能力去判断 某一个事务 它只包含这几个事件 也就是说 这条事务是完整的 那么对于事务的支持 CDC也是原生支持单表的事务 对于跨表的事务也是有限支持 后面会提到 说到水平扩展呢 刚刚我们提到了 这个CDC的上游 也就是说TIDB 它是一个支持水平扩展的 这样的一个分布式数据库 那么我们作为这个TIDB的 可能是数据流的一个处理 处理中转的这样的一个组件吧 CDC 它也必然要支持水平扩展能力 否则是吃不消的 对吧 另外作为一个分布式系统 高可用是标配吧 算是 这一张呢 就是整个CDC的架构谱 我们刚刚看到了 已经在TIDB的架构图中 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节点 一个是PD 一个是TIDB 那么刚刚我们其实介绍了 整个数据的 整个数据的这个 整个TIDB集群的数据 其实存储在TIDB里面的 存储在TIDB里面的 那么根据这个 PACV集群 去输出一个增量的 增量的 输出一个增量的这个事件流 也是比较自然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么此外呢 CDC会将相关的 CDC集群的一些状态 一些元素去存储在PD 那么CDC本身呢 是一个可以横向扩展的 这样的一个集群 CDC的下游可以作为一个 可以是MySQL的 可以是这个TIDB集群 也可以是任意一个 使用MySQL的 MySQL协议的数据库 对 比如说MirrorDB这类的 MySQL 对 此外呢 CDC还可以将数据输出到 像咱们Poser 像卡卡这类的 消息中间键 对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个数据在CDC内部的流转 数据是到底是怎么样 从TiKV输出 输出成这样的一个 增量数据流 然后又经过什么样的处理 什么样的合并 什么样的整流 什么样的排序 然后最终到下游 是一个有序的 这样的一个实施的数据流 那么简单介绍一下 这张图所展示的呢 除了在 在这边 左侧 左侧是TiKV 这个每个table都表示 是TiKV在 存储在TiKV中的table 然后右边呢 是CDC进程内部的一些模块 虽然看起来链路比较长 但是它都被封装在一个进程里面 对于这个User的体验 还是不受影响 对 这里面解释一个概念 叫Region Region呢 它是TiKV内部的一个逻辑概念 它表示一组相邻的KV流 在TiKV内部啊 这个 很多的操作 包括 数据的调度 热点调度 这类 都是以Region为基本单位去进行的 那么CDC去获取 这个增量的数据同步流 也是通过以Region的 为基本单位去进行的 那么 这里面的这个 KV Client KV Client就是去获取 Region的这样的增量 CDC在CDC进程中 获取Region的增量同步流的 这样的一个组件 Pooler呢 是将数条Region 数个Region 输出的增量同步流 增制成一条的 这样的一个组件 那么后面的这些 我们暂时先不聊 我们先看看前面 PackV是怎么输出 这个增量的数据呢 我们知道 PackV OK 先介绍一下这张图吧 这张图下面的横轴 是一个物理时间 横轴是物理时间 然后上面有三个点 这个点 是指的当前事件 20指的就是时间戳 当前的时间是20 然后这个点是 StartTS 指的是CDC想从 10这个时间点开始 获取到整个集群的 增量的 数据变更事件的同步流 那么这个是GC时间 GC指的是 TackV集群的GC 在这个GC时间之后 我们认为 任何大于GC时间 小于当前时间的 这些数据 是在TackV集群中 有保留的 然后GC时间之前 的这些数据 可能就已经被删掉 那么 上面的这些呢 我们知道 其实TackV 它是一个MVCC 也就是说 它一张表 它一个Key 它会维护 多个时间的版本 多个时间的快照 对 比如说这个Key 它维护了 时间V5 时间V15 时间V18 三个版本的值 也可以理解成快照 那么 有了这样的一个条件之后 我们就有能力去输出一个 从任意一个时间 任意一个大于 GC Checkpoint 的时间 去输出一个 增量的事件变更同步流 比如说现在 当前的时间是20 CDC和PiDB 去建立连接 然后想去获取到 从10开始的一个增量的数据变更事件的流 那么 其实 这个流它包含两部分的数据 一部分是 时间由10到20 这一部分的数据 这一部分数据是 属于是历史数据 它已经被提交到 PiKV集群中 那么 这部分历史数据呢 PiKV是会 扫描当前 Radiant中的 所有的key 去输出 符合这个时间范围条件内的 数据快照 对 那么 在20这个时间往后 只属于未来的数据 在建立连接这个时刻 20这个时刻 我们还不知道未来的数据 那么未来慢慢过来提交的数据呢 会在落盘之前 PiKV在落盘之前 会给CTC发一份 就这样去输出了一份 从任意时间开始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同步流 那么关于这个 这边PiKV的实践呢 可以去看一下 我没有听明白你的意思 sorry 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link 那么我们刚刚聊了 如何去输出一个 数据变更的事件流 那么我们还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 大家听完之后 可能会和刚刚 翟佳老师说的 那个P流融合 有一点类似 这个图我解释一下 左边呢 是 左边呢 是物理时间 然后这个 右边这一列指的是 region1输出的 这个事件变更流 那么TS2 TS1 这个指的是 每一个事物的提交时间 我们可以把这个提交时间 当做是 第一个它代表着 它提交的物理时间 第二个 它还可以当做是事物的ID 那每一个事物的提交时间 是唯一的 那么 也就是说 在这条和这条 这两个事件变更 它属于同一个事物 这个A-6 B-4呢 指的就是一个数据变更 将A置为6 将B置为4 这样 那么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 假设我们现在到了 Y这个时间段 我作为下游 我收到了 一条 两条 这两条事件 那么我怎么知道 这两条事件 所代表的事物 或者说 TS1这个事物 和TS2这个事物 所包含的事件 我是否已经收集全了呢 这是一个事物 完整性的问题 就是说 OK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在Y这个时间段 当然我们开了上帝视角 我们知道 在这个例子中 后面还会有一个 TS2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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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间过来 那么我们知道 实际上 TS2这个事物 还没有收集满的 那么 如果我们不开上帝视角 我们是不知道的 在Y这个时间 我们是不知道 TS1和TS2 是有没有 收集完整的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设计了一个 ResolvedTS 这样的一个机制 ResolvedTS的定义呢 是说 ResolvedTS要小于任意一个 未提交的 事物的 CommitTS 这个事儿是有一个论文的背景 这个论文是基于时间的数据流行系统 他们里面提到了一个 Closed event ClosedTS 和这个 这里面说到这个 ResolvedTS 是非常类似的 那么 举例来说 在这个事例里面 我在Y这个时刻 收到了 TS1的Resolved事件 那就意味着 任意一个 任意一个CommitTS 也就是说 事物提交的时间 小于等于 TS1的事物 我已经收集全了 那么 从Y这个时刻往下 我不可能再 收到任何一个 大于 任何一个 小于等于 TS1的事物 那也就是说 在Y这个时刻 我既然收到了 TS1 这个Resolved事件 那么我就可以认为 这个事件 这个 TS1这个事物 所对应的事件 就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 那么当 这个时刻 我收到了 TS2的Resolved事件 我就可以认为 TS2 以及任何 小于TS2的事物 它对应的事件 我已经收集全了 那么 TS2对应的事件 就只有这两个 那么 依靠这样的机制 我们 层层的去 墨值 层层的去 维护这个 Resolved TS 最终保证一个 数据的一致性 那个 那个事物的完整性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 已经知道了 这个 一个Region 输出的流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 如果是多个Region 如果多个Region 怎么合并成一条流呢 首先我们先 考虑一下 为什么要合并成一条流 因为 任何一个系统的设计 它有一个 最基本的思路 就是说 要把复杂都封装起来 那么Region 它其实自己 它有很多的 那个自己的操作 比如说Region 它有调度 它有分裂 有合并 那么 这些操作呢 应该被封装起来 封装成什么呢 封装成我忽略掉 Region 它自己的细节 我只需要关注这一条 我只需要关注这一条 合并之后的流 在这一条合并之后的流 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那么 如何去进行合并呢 首先 对于这种数据实践 比如TS1 C-2 这个A-6 这种数据类的实践 直接复制到 下游的这个 合并之后的流里 去就可以了 那主要关注的是 这个 Ti Result的实践 Result的实践呢 要在下游 合并后的流里面 还应该能具有 它原本的特性 也就是说 要具有 它能 小于 任意一个 未提交的 Commit TS 这样的特性 它才能说 这个Result 在这一整条流里 是正确的 那么 举例来说 在W这个时间点 我在Region 2里面 收到了 TSV1的这样的 Result的实践 那意味着 在Region 2里面 我任意小于 等于TS1的 这个 这个事件 我已经收集全了 但是 在Region 1里面 是吗 不是 我在W 我在W这个时刻 我在W时刻 并没有收到 这个Result Result TSV1的 这样的实践 那我在Y这个时刻 才收到 那就意味着 如果我想合并 这两条流 我需要在 这两条流中 收到的 Result TS中 取到一个最小的 才能认为是 合并之后的 这个流的 Result TS 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在Z这个时间点 Region 1 收到了 TSV2的Result 那这个时候 Region 1的 最小还是什么呀 Region 1 当前收到的 还是TS1 对吧 Z这个时间点 Region 1 Region 2 还没有收到 什么其他东西 那么此时 我认为 墨值之后的流 它的Result 还只能是 TS1 到H这个时刻 Region 2 收到了 TSV4的 这样的一个Result 那就意味着 Region 2 这条流里面 不可能产生 不可能再会产生 任何一个 大于TS4 大于等于 TS4的 这样的一个 实践了 那 既然不可能 大于TS4 那也一定 不会大于TS2 所以在H这个时刻 我们即可认为 墨值之后的 这条流 它已经是 TS2 是Result的 OK 那么我们还来看 这个流水线 刚刚呢 PV Client呢 就是 第一篇PVT 大概是说 如何去从 TechV里面 拉这个数据 或者说 TechV如何给我们推 每个Region的 对应的 这样的一个 增量数据 同步流 那么 Pooler呢 是作为 将这几条流的 墨值到一块 对 将这几条流 墨值到一块 同时要保证 Result的事件 要符合 它的正确性 那么后面 这个Mounter 是干嘛的呢 Mounter 其实就是 因为从PV里面 出来的 从TechV里面 出来的数据 它都是二进制编码 它是非结构化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需要 根据一些表结构 根据一些信息 将它 Decode 成一个 容易理解和操作的 一个结构化数据 这是Bounter的工作 Souter呢 因为我们刚刚 可以注意到 其实 这个Mounter 之后的流 它未必是有趣的 它只保证了 Result的TS的正确性 因此 我们还需要一个Souter 将根据 这个Result的TS 对这个 墨值之后的流 进行一个排序 那么Souter输出之后呢 就是一个 排序的 有序的 这样的一个 比较容易处理的 这样的一个流 那么Processor 它实际上是去 管理和调度 CDC节点内部的 相关的一些任务 实际上 它跟这个数据流的 同步过程 它关系不是很大 那么再往后 就是Sync Sync我们后面再讲 后面我们会 专门讲Sync 刚刚说 作为一个分布式系统 这个高可用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特性 CDC一样 也实际上高可用 CDC的每一个节点 都是对等的 都是Peer 对等体 那么CDC在启动的时候 会选举一个Owner 这个Owner会去负责一些 任务的调度 一些相关的 高可用的一些管理 那么 CDC呢 是将它的 配置 将它的这个 任务的同步信息 包括Checkpoint 就是说同步进度 包括一些 奇奇怪怪 各种各样的原数据 都会存储在PD中 那么 刚刚通过原理 我们也了解到CDC的这个增量的数据流 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TiKV 那也就意味着 CDC它本身 你看它既不需要管理原数据 不需要处理原数据高可用的问题 又不需要去管理数据流的高可用的问题 CDC本身是可以借助PD和TiKV的这样的 两者的高可用能力 自己本身是没状态的 那么 也就意味着 CDC Capture进程级别的任何故障 都可以通过PD中的原数据 去回复 那如果是 apture就是工作节点挂了 CDC的owner 将会 把挂掉那个节点 之前运行的那些任务 调度到其他还活着的节点上去 那如果owner挂了呢 其他活着的节点 就会再选一个owner出来 那么这样看来 其实CDC超过两个节点就可以 只要大于一个节点 就可以有高可用 但是 在实践中最好 还是至少三个节点 后面我们来聊一下CDC的生态 CDC呢 它作为一个TIDV集群的一个数据输出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吧 它其实肩负着整个这个TIDV集群和其他的数据平台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生态 一个沟通和交互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那么也就意味着CDC的生态 其实它可能需要对接很多东西 那么CDC的生态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Sync生态 Sync生态指的是 CDC的输出的这个事件变更同步流 可以同步到可以被输入到哪类的系统中 比如说它可以被输入到任何使用MySQL协议的数据库中 比如说它可以输入到这个我们poster中 输入到卡卡中等等等等 那么第二者呢是叫协议生态 协议生态指的是CDC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它以什么样的结构 什么样的格式去输出到下游 那么这里面我们自己定义了一个叫TiCDC Open Protocol的协议 这个协议呢 它除了描述 除了规定了基本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表明列明 数据库名 Sync My Name 还有包括列的类型 列的值等等 除了定义了基本的这些信息之外 它还定义了Resolve TS这样的事件 它会以一个合理的方式将CDC内部的Resolve TS这样的事件传给下游 那么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我刚刚提到的CDC对于这种跨表 跨表事务和跨表顺序的不完整支持 我们看这个流水限制用图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CDC的无论是它排序也好 它去这个Merge Merge也好 它都是以表为基本单位 它都是以Table为基本单位去进行的 那也就意味着CDC的输出 它是输出的是一个表内有序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流 那么如果有需求需要去还原一个完整的事务 全局的事务 怎么办呢 就可以利用这个OpenProtocol输出的这个Resolve TS事件 再进行一个表输出流 对每张表的输出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Merge Merge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有序流 那么也可以基于这个Resolve TS事件去还原一个全局的事务 这样都是可行的 那么此外呢 CDC还支持Avro 还有MessorcoBlog相关的一些生态 比如刚刚提到的TapacNail 还有Maxwell 那么还是来看这张流水线 我们刚刚提到其实在Post之后 这个数据已经是比较有序的容易处理的 和TapacNail级群相关的一些内部特性已经被封装好了 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 去对它进行一定的抽象 能让CDC这个组件更容易的 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第三方数平台去进行对接 那么我们对Sync进行了一个抽象 因为CDC大家可能也知道CDC TypeP都是用Go实现的 然后这个是摘了一小部分Go的代码 这个是对于Sync的接口定义 这里面摘了这三个比较重要的函数 第一个函数呢 其实都很容易理解 第一个函数就是 Emit RealChange的Event RealChange的Event就是指买一行的变更数据 变更数据的事件 那么CDC会将一个表内有序的数据变更事件 通过这个函数写入到Sync 这个时候拿到的已经是单表有序的了 表内有序的 如果你如果下游需要不需要还原事务 比如说下游写Poster这类的东西 对吧 它是一个这个消息事业中间件嘛 它本质上和那个数据库的CID没什么关系嘛 这个时候你拿到这个数据直接写下游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已经是有序的了 不需要做什么处理 那么如果是要求还原事务的 比如说下游是另外一套MySQL 那么我希望上游和下游的事务是保持一致的 把事务的原子性不能被破坏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将通过这个Event RealChange的Event这个函数 收到的事件缓存到内存中缓存起来 等什么呢 等到这个Flash又趁着Event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会带一个 带一个ResultTS这样的一个值 那么如果Sync收到这个值就可以认为 我在内存中缓存的所有的事件中 只要小于这个ResultTS的事件 它们都已经收集完整了 我只要把内存中的这个任意一个小于ResultTS的事件 传播传播传 按照那个TS 按照那个CommitTS传到一块去 这个传完的结果就是一个完整事务 它对应了上游的一个完整事务 那么我们将这个完整事务去直接往下游写 是怎么样都可以了 那么第三个呢是一个 第三个是一个 Imit Checkpoint TS 这个Checkpoint TS指的是全局的TS 它是每一个CDC节点的工作的进度 会汇总到owner之后 owner进行了一个全局的这样的一个计算之后 在下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全局的TS 可以用它去做什么呢 做断点续传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东西都可以 或者拿这个TS去交引一支Sync 对有一些类似的事情 那么Sync生态呢 实现大概是在这一页去展现 然后我们今天poser 这个CDC的poserSync的实现呢 在这里有兴趣的方式可以看一下 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个poserSync还有Maxwell这个数据格式 都是知乎给帮我们贡献的 对 下面来说一下 已经使用了这种结构的公司相关的实践 首先呢是知乎 知乎的话应该不用过多的介绍 知乎这边 它的这个个性化的推荐平台 还有它的点赞 它的这个业务下面的核心数据库 都是TIDB 那么一开始 它实际上是TIDB加CDC 加卡卡 然后给 然后卡卡下游是 他们那个内部的一些消费系统 是这么搞的 后来随着这个业务的增长 慢慢的会碰到卡卡的瓶颈 比如说卡卡的这个consumer balance的问题 此外呢 这个poster的这个快递复制 就是说它生产者可以在任意一个数据中心 生产的内容可以被任意另外一个数据中心的消费者去使用 这样也对在业务上也是有很大的作用 再有一个就是分成存储 是为历史数据提供了一种更低成本的这样的实现方式 伴于少儿英语是一家做这个少儿英语教育的汇望产品 这样的一家公司 然后他们也是提到了第一个事 就是卡卡的consumer balance 然后也是提到了这个跨地域的这样的物理位置透明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然后这边是基于这样的能力做了海外和国内数据中心的机房双簧的需求 那么说一句题外话 我个人认为这个poser的这样的一个宽地域复制的这样的能力 其实给未来数据库的架构 尤其是这种毅力多活的架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想象力 第三点呢是poser的延迟队列 它可以创建大量的topic 然后还能保证一个性能和延迟 实际信息呢是一家做酒店的信息化 信息化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咱们提到的第一件事也是consumer balance 这个事可以说是卡卡集成的一个痛病了吧 那个应该是很足够痛的一件事情 很多个客户用户都有提到过 此外呢他们是基于poser加telib加flink这样的方案 telib的数据实时的可以经过 cdc经由poser去同步到link 然后呢在满足业务层对这个事物处理 也就是说这个这个tp的需求之外 然后呢能提供一个实施的 实施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性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OK 还有一些时间 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看一个demo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dc tidb集群怎么让数据去输出到poser中 那么首先我们来跑一个tidb集群 tideup呢是一个 tideup是cdc tideup是tidb这边的一个集群管理工具 它可以非常轻易的去build出来 非常轻易的去跑一个用于debug的集群 也可以去很容易的去部署一个生产上的集群 那么如果想尝试tideup以及tideb可以就使用这两个命令 第一个命令去安装tideup 第二个命令跑一个playground就可以去尝试一下tideb 这里面呢我们去跑一个playground 然后我们用最新的release版本 因为我们不需要tideflash 不需要做分析型的处理 所以这里我们让tideflash设零 然后cdc需要一个节点 然后设一就可以了 好的 现在tideb已经起来了 我们找一个客户端试试 由于tideb呢是兼容mysco协议 所以我们直接用mysco官方的这个客户端就可以了 OK 我们能看到这个现在tideb版本是4.0.8 然后我们起一个poser poser我是用Docker锁的 poser的起动稍微有简单 然后这边 我们给cdc创建一个同步任务 这个同步任务就是说 从上游的tideb群输出到下游的poser集成 同步任务的创建也非常简单 还是可以利用tideup工具 然后cdccui Changefit create 其实只需要指定的是什么呢 只需要指定这个sync UI sync UI包含第一个是协议是poser 然后后面是poser的相关的这个专口号 然后最后就是topic就可以了 好 现在这样的一个同步任务已经起来了 然后我们再起一个 我们再起一个poser的这个客户端 这里面使用的也是poser官方的这样的客户端 先听的是这个test这个topic OK 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已经有数据了 topic里面有数据了 一直在滚一个什么呢 滚一个数字 这个东西叫ts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resolvets 那么下游可以根据这个resolvets 去还原一些完整的事物 还是做一些桌表末质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里面我尝试去新建一张表 好 我们看到了这个相关的新张表 这个距离已经过来了 你可以给它站出来看它到底长得怎么样的 OK 大概就是有一个key key是有相关的transition id 这个也可以代表物理时间表明 库名表明 然后相关的这个creatable的bdl 然后我们插一条数据 然后我们插一条数据 好 我们看数据已经过来了 再插一条 数据已经过来了 这里面包含了相关的这个表明 库名以及column name 然后value OK 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今天我的分享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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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